順隊起來嗨 來來來來來來 啊啊啊 喵 啊啊啊啊啊 哈囉大家好我教你跟各位介紹 Warframe戰刃P這把武器 那作為一把這個 上個世代最強戰刃之一 那這一個版本 更新他有沒有動搖到他的地位呢 嗯說是動搖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有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有這一個 索瑞斯的不重擊流 崛起跟我們的 這一些病狼飛刀重擊流 甚至還有栗英倫重擊流的 崛起喔那我們的這個 戰刃P地位多少還是有 受到一點點的動搖啦 不過他本身素質還算是蠻強的 就是了那麼話說是 這麼說這一個版本的 更新有沒有讓我們戰刃P 給提升呢欸的確是 有的而且提升甚至 也比這個其他的 這個主流武器來說 還要來的大就是了 那至於是怎麼樣的提升呢 欸就讓我們等一下再跟大家講啦 那我們一樣先來講一下 這個戰刃類型的武器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跟他基礎素質喔 那首先是我們戰刃類型的武器 他有三種攻擊狀態 第一種就是我們這個普攻 那麼再來第二種的話 則是我們丟出去的動作 那丟出去的時候可以重擊啊 然後我們可以按一個重擊 他會馬上回來 那麼第三個的話 則是我們的蓄力重擊 欸應該說蓄力丟出去啦 那蓄力丟出去的話 我們也可以重擊就是了 那大家可能會發現到 欸我平常這個丟出去 跟我這個蓄力的丟出去 有什麼樣的差別呢 呃可能眼尖的人會覺得 第一個他的距離好像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我們平常的丟可能只能丟到這個地方 然後我的蓄力可以丟到後面 那另外一個情況下的話 則是我們的傷害也會有差喔 那至於差在哪裡呢 等一下就是基礎素質的時候會跟大家講喔 那有先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這個普通丟出去 跟我們的蓄力丟出去 這兩個有什麼差別喔 那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這個準心 那在我這個準心沒有閃藍光的情況下 就是我們普通丟出去的這個效果 就是大家看 我就是這樣子 閃了一下這個 戰刃丟出去的這個獨特的圈 然後我就沒有然後了 我沒有這個變成藍色的光 那重擊欸應該不是說重擊啊 因為說完全丟出去的這個 呃 則是我們有閃藍光喔 那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就是我變成這個戰刃丟出去的準心之後 他有一瞬間閃成藍光 就是有點像是你蓄力蓄著蓄著 然後憋不住他自己丟出去的那一種 就是我們的蓄力頭子喔 那至於要不要重擊的話 我自己一律是建議大家可以重擊啦 因為畢竟重擊傷害比較痛就是了 好那我們接下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他這個戰刃批的基礎數值吧 好那首先是我們戰刃批啊 他的這個 基本上我們就是玩頭子喔 所以說我們上面這個區塊 跟我們這個 頭子的部分可能就不太會看 我們通常就看蓄力頭子喔 那大家可以先稍微比對一下 我們頭子跟蓄力頭子 基本上他這個雙爆就會有差 那機傷的這個 總機傷他也是會有差就是了 那我們基本上都是用蓄力頭子 所以這邊就看蓄力頭子啊 好那首先是他這個暴擊機率有26% 那算是一個蠻不錯的數值啊 然後暴擊倍率2.4倍算是一個蠻高的 那以戰略類型的武器 其實說真的 他的暴擊倍率普遍都超過2 所以說也不是說特別的高就是了 就中規中矩 那再來是他的狀態觸發34% 其實也算是一個蠻高的觸發 那如果有條件的話 我們可以考慮把狀態觸發給拉上去 那沒條件的話 其實不用拉也沒關係啦 畢竟我們都是玩蓄力頭子就是了 那還有一點是我們戰刃P 身為一把戰刃類型的武器 他們都會有附帶一個特殊的效果 就是打我們的蓄力頭子出去動擊之後 他會強制觸發某一種屬性 那這個戰刃P的某一種屬性是什麼呢 他是觸發我們的衝擊跟切割 那這個切割的話 基本上就是我們主要的傷害輸出來源 那所以說我們基本上都是以這個戰刃P強切的這個 把這個切割給盡量拉高為主喔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我們戰刃P這一個版本 要怎麼樣的去配卡 那這裡在講這個配卡之前的話 我會有準備兩套配置啊 那主要一個是我們舊版本的昇華 那另外一個則是我們新版本的配置 那等一下一樣會給大家看一下 這兩套配置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那傷害有什麼樣的差別 那麼我們先來講一下我們舊版本的昇華版好了 舊版本的昇華版在這個地方喔 那這個配置的話 我以前的影片可能不是拍這樣子啦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以前的配置 嗯應該說以前的影片啦 我多多少少是考慮到 我們基本上其他怪都很軟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直接配一個病毒切割這樣子去打這樣子 那這一個配置則是之後想一想 嗯好像這樣子比較通用就是了 因為平常我們玩的時候傷害就夠了 然後去做一個修正版 那這一個是我們舊版本的修正版的這個配置 那也是可能比較多人會用的啦 那至於為什麼會長這樣呢 主要就是因為我們這把我就會搶切嘛 那我們用一些buff啊 還有巴拉巴拉的東西疊上去 基本上傷害就已經足夠了 那我們這邊是配一個純毒的屬性去打一個 那我們在打這個C族的時候 還是什麼的話可以比較痛這樣子 就是可以直接繞盾燒 然後也可能就是 讓他平常只長多了一點點的傷害這樣子而已 好 那我們基本上這個配置就快速帶過 因為我們今天的主角並不是他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這個什麼配喔 那首先就是這個架式啊 基本上你隨便選一個都可以 反正我們丟出去跟這個架式無關 那再來順便放一個壓迫 5點P提供他的這個近戰傷害 以及必殺提供他的這個第二層近戰傷害 那同時還可以增加我們的這個重擊蓄力速度 可以改善我們戰刃的丟職手感 那麼病和肢節也同樣是提供我們的爆擊傷害 也可以改善我們的這個丟職手感 那有爆傷必有爆率 所以這邊我們就放上一個犧牲燃鐵提供他的這個爆擊機率 那圖兒這一個有的沒的之外 我們這邊還會再放一個腳踏式威猛去提供他的這個爆擊傷害 那如果今天你有紫卡的話 你可以考慮直接把紫卡給塞上去 那再來這邊的話就放一個熱病打擊P 就是提供這個毒元素的傷害 這樣我們在打C組的時候 才可以利用他的這個紫傷直接去把他給殺掉 而不用用切割這樣子慢慢去消他的護盾 在這裡的話放上一個易爆擊盤 是我們戰刃類型武器的核心卡之一 可以讓我們的戰刃不會在外面那邊亂彈啦 那同時也可以增加我們的這個爆炸半徑 再放上一個邪惡蓄力是我們重擊流的核心 可以讓我們的重擊傷害直接翻倍 好 那麼這一些講完的話 算是一個我們傳統紫卡傳統戰刃的玩法啦 也就是說你以前戰刃如果像玩熊一樣洗雙爆 還是說你是用什麼雙爆擊傷 雙爆什麼鬼的還是什麼有的沒的 反正只要跟雙爆有關的 你只要洗到這個爆擊機率的話 這基本上一定會建議大家 哎考慮直接用這一套來用 那至於改法可能就直接是這樣子啦 哎這個再三下 可能就是 對就是把我們角落士威猛給換掉 或者是說把一級必殺給換掉 就是看你自己啦 那我自己可能會偏向於把角落士威猛換掉 因為我們的這個 啊 傷害可能那個同伴還會有額外的接任連結 可以提供我們的爆傷這樣子 好那麼這些都是一些題外的話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舊版的這一個 你如果真的不想改的紙卡 不想讓之前的努力白費的話 那麼要怎麼樣去提升呢 那首先這邊會建議大家 可以在我們的賦能放上我們的近戰暴露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 讓我們的職商能夠再次拉高 因為我們戰刃P 基本上以前都是靠這個持續切割 靠這個強切的關係在殺怪 那遇到C族的話 可能就是靠這個職商喔 那我這邊的話 會建議大家放進戰暴露 是因為這一把武器 他本身就是有撐過暴擊什麼的 那我們搭配我們近戰暴露 可以給我們一個比較穩定一點的傷害提升 那由於這一把武器 基本上 有些人可能不是這樣配 有些人可能是在把殺 角落士威猛也給他殺上去 可能連熱命打擊都沒有了 那我們這邊用一個近戰暴露的話 是可以對我們總體的職商 給提高一個2.4倍 反正就是他 他的這個 傷害是提高非常大的喔 那你就算有勝算 一路兵打幾批的話 也沒關係啦 他的傷害提升也都還是有的 雖然說沒有這麼大 那這一個放上去的話 我們甚至在一些情況 就是 打G組的時候 他甚至連這個 強制切割都不用跳出來 可能怪就先死了 雖然說 打一些比較硬的怪 還是會需要用到強切就是了啦 那如果覺得這個近戰暴露不夠好 也可以考慮換我們的近戰敵意之類的 或是說我們的近戰劍強 那近戰敵意的話 我自己覺得用起來是很難用啦 就是沒有到特別的好用 我還不如用近戰暴露 或是近戰劍強 那近戰劍強為什麼會推薦呢 主要的原因是在於他滿等的時候 處決一次可以獲得6的70連擊數 那當我們今天是邪惡蓄力的時候 他加了30的70連擊數 也就是說我們只要利用近戰劍強 處決兩隻怪之後 欸你至少只要處決到兩隻怪 那你後期在打這個 戰刃P打他丟傷害的時候 我們傷害都能夠提高一個1.5倍的效果 也就是說他的傷害是比我們的這個 近戰暴露或是近戰敵意來說 還要算是穩定啦 因為說穩定又多就是了啦 但是近戰暴露的話說真的 嗯...某些情況下還是比較痛就是了 那總之這邊的話我是比較推進近戰暴露的原因 是因為他CP值高比較好拿到 然後也比較好這個 那他的傷害提升也比較多這樣子 那除此之外就是 呃...也比較好用就是了啦 好!那麼這一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舊版戰刃玩法 那現在的話我們今天的主角並不是這個啦 會講一下這個的原因只是因為 我怕有人的資卡跟現在新版要的詞條不太一樣 然後又不想要去重收一張資卡喔 那我們新的版本的話 要用什麼樣的戰刃P配卡呢? 那就是我們的這一個配置 好!那麼這一個配置是什麼樣的配置呢? 基本上就是屬於我們的壓爆率配置 那壓爆率配置為什麼要壓爆率呢? 那主要就是因為戰刃P他的這個強制切割之外 再加上他這個高額觸發去吸引到我了 那首先我們先來講一下這個壓爆率 為什麼要壓爆率喔?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近戰連打這個神奇賦能 首先呢這個近戰連打呢 他是讓我們基礎暴擊的時候 能夠有100%的機率可以打擊第二次 那這一個打擊第二次呢 他其實是包含著我們武器的一些觸發和什麼 他也會有第二次啦 那我們這個強切的武器在觸發近戰連打的情況下呢 他就是能夠很直觀的乘於兩倍的傷害 那麼乘於兩倍的傷害這個也沒什麼 我們頂多呢就是跟我們之前舊的一樣 配出一個局報啊 可能打的傷害就差不多了 那加上紫卡之後呢 我們可能舊的版本能夠打出紅爆的 紅爆戰刃的傷害感覺還是會比我們這個 沒紫卡的這個 大家近戰連打的傷害還要高就是了 但是 這邊有個但是 我們因為近戰連打的關係 他打出去剛剛講的都是他的傷害問題 現在是他的觸發問題 戰刃P這把武器他的觸發 剛剛有看到我們的這個觸發幾率是高達30幾%的 那我今天如果塞了兩張觸發元素 就是我們的四股寒霜跟致病禍害的時候 大家看他的狀態觸發來到了7成的狀態觸發 那這個跟我之前講的這個戰刃P的影片有點像 我之前戰刃P的影片也是打病毒切割流的那個流派 只不過因為我這個放了一個非凡技巧 所以他將近這100%觸發 那我們有觸發病毒的話 我們就是可以打出雙倍傷害 沒觸發的話就是打出切割也是雙倍傷害 但是這一個版本不一樣 他多了一個近戰連打 他能夠讓你在普通攻擊的時候能夠有兩次判定 也就是說我今天就算有70%的這個狀態觸發 我可能丟出去觸發近戰連打 第一次沒有觸發到病毒元素 第二次就觸發到病毒元素 那我們的傷害又會是乘以兩倍 那簡單來說就是我們這一套配置的話 如果你的近戰連打是滿等的話 那我們的這個期望的這個平均差不多就是說 我們的一個普通暴擊乘以兩倍的乘以兩倍 差不多就是4倍的傷害 那乘以4倍的傷害的話 甚至就會比我們有紫卡 然後撐成紅包的舊版戰刃的配置的傷害還要來得高了 那也就是說這個配置的話 基本上我們不用紫卡 傷害就比用紫卡的來得高的這種感覺就是了 那雖然說這個還是有一點點牽強就是啊 因為我這邊近戰連打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這個沒辦法都滿等 那你收集到滿等的話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 那所以說我們先來講一下我們今天的主角 就是這一個戰刃P新版的配置 他要怎麼配 那基本上還是跟這一樣啊 就是我們架式就不用管他 反正兩個丟跟頭子都沒有關係 然後這裡的話我一樣放上一個壓迫鐵P提供他的近戰傷害 然後放一級必殺提供他的耳外近戰傷害跟改善手感 拼合之間也是改他的手感 然後這邊有暴傷的話 那我這邊就有暴率 那我這邊暴率的話選用的是普通的斬鐵 那會使用普通斬鐵的原因 只是因為要讓我們更契合能夠來到百暴的情況下 那如果你比較聲望多一點的話 你甚至是可以放一個這個犧牲斬鐵 然後把他升到140%的暴擊機率用起來會比較好 或者是說也可以考慮像浣熊一樣 這個紫卡剛剛好數值159 雖然說多了一點暴擊 不過也沒差可以考慮直接像這樣子 欸對就是不塞暴擊的這個 不用塞暴擊機率啊 直接用一個黃暴然後加這個觸發來打這樣子 好那麼在這邊的話 我們一樣是放上我們的這個異暴擊盤 我們的戰刃類型核心卡 然後邪惡虛力我們重擊流核心卡 然後配上我們的病毒晶元素 那這裡的話我會建議大家特殊攻擊槍 放上我們的超速擊殺 可以增加我們的這個攻擊行走的手感 那如果覺得超速擊殺沒用的話 也可以考慮放上旋風去改善手感 那旋風至於你要選哪一種等級的話 就自己做一個決定吧 好那麼接下來的話 就來給大家稍微先看一下我們舊版 先給大家看舊版 等一下再來揭曉這個新版本的戰刃配置 那這個舊版配置的話 我自己是懶得改了啦 那有紫卡就有史卡吧 就給大家看一下 舊版的戰刃P他的這個 加上紫卡的傷害大概是怎樣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 一樣是準備了110等的 墮落重型機槍兵跟110等的鋼刃空虛精浪 那就來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舊版本的戰刃P 在有紫卡的加持下 他打出來的效果究竟是如何 好那大家看 基本上我們丟出去的傷害的話 丟一下他差不多 怪也死的差不多了啦 那這個好處就是因為 我們基本上都是能夠紅暴 還是什麼局報紅暴 那所以說傷害也相對穩定 那等一下給大家看新的這個 戰刃配卡呢 由於晚熊的近戰連打 還沒有滿 所以說大家不用太急喔 因為 近戰連打沒有滿 就是一個不太穩定的因素 那所以說等一下 大家可能會發現到 他傷害有時候會比較爛 這個是因為沒辦法 晚熊的這個 近戰連打沒有滿 那我們一樣在叫出這些怪之後 換一下我們新的配置 好新的配置這個近戰連打 只有一等喔 那我們就去丟丟看 他這個新版本 戰刃沒有 紫卡的情況下 好那大家看到一開始的 我們一樣都是這個 普通的黃暴 可是呢 黃暴雖然歸黃暴 但是他卻已經能夠 把附近的怪的傷害給 拉到非常的低了 就是 這個血量 大家看他傷害其實也算是蠻夠 這應該是有觸發近戰連打的效果啦 那由於他是每一隻怪都是分開 算所以說這個30%還是40% 這個近戰連打 做真的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觸發到的幾隻怪身上 總之呢 他有觸發的話 大家看他的傷害就是非常的痛 那沒觸發的話 那他的傷害就是不如舊版的就是了 那我會建議大家在玩這個 新的戰刃P 佩卡的時候 最好最好 可以用 等這個近戰連打滿等之後再來玩 不然說實在的 與其我們在那邊拼近戰連打的觸發 我覺得還不如 直接以前 舊版的穩穩定定的紅暴戰刃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 我自己拉 恩 是覺得 這個東西 好吧 真的造價特別高的 不過造完 造價真的就是造 這個什麼 近戰連打真的滿等之後 他的提升也是滿大的 他甚至會比舊版的這種 紅暴的戰刃來的痛就是了 好啦 那麼接下來的這個主角是 畢竟是我們這個新的佩卡喔 那接下來就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新版本的戰刃P的佩卡 他在打小爾黑的效果到底是怎麼樣 好啦 那麼現在讓我們來到我們熟悉的 虛空鋼刃MOT 那接下來就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戰刃P在打小爾黑的效果就是如何喔 那我自己是覺得啦 呃 如果要以這個打小爾黑來說 當然還是以前這種 舊版的這種 紅暴戰刃會比較好打一點點 畢竟小爾黑他是屬於有一種 就是 欸 限制觸發這個 這個 兔盾套在身上這樣子的 那 這個 新的配置 他有什麼優勢的地方呢 欸有 就是說我們可以用出 無子 那種 無子卡的配置 打出類似之前 有子卡配置的傷害就是了啦 那只不過他對於小爾黑來講的話 我們還是 原本的 紅暴的這個配置 會比較有力一點點 不過說然 雖然說話是這樣說啦 但是呢 我們在如果兩個 配置都是有子卡的情況下的話 新的版本的這個傷害 當然也還是比之前 舊版本的那個 還要來的好用就是了啦 就是啊 單純對怪來說啦 那對於小爾黑來講的話 如果是以攻擊次數來算的話 那麼當然也是以我們這個 新的版本 可能兩次這樣子 切割上滿四層 這個 效果會比較痛 這樣子 可是如果我們都是以四層 切割上滿的情況下的話 那反倒是 舊版的會比較痛就是了 那至於各位 比較喜歡 就是 舊版本的 紅暴戰刃 這樣 傳統適配卡 還是說我們這種 新版本的 這種 壓暴擊的 近戰連打流戰刃的話 就需要各位自己 再去做取捨的 那總之就是一個是 強化對這些小怪的傷害 啊一個是強化對一些 限制觸發怪的 這個傷害這樣子 那除此之外的話 個人啦 其實是比較喜歡 新版本的喔 因為畢竟說真的 新版本這一個 在沒有紫卡的時候 大家看他傷害 其實就已經像是有紫卡一樣 他其實是可以 就是把怪給切死這樣子的 那 有紫卡的話 他當然差距就是又再拉開更多這樣子 那至於說 就是有沒有要再去重新投資的話 就是看各位自己做決定 這樣子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那麼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下一個大大的喜歡 那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幫我按下你的訂閱 並且按下你的小鈴鐺 這樣我什麼新的影片 才有第一個時間通知你 然後各位如果還有什麼小看的 無分的武器啊 或是戰甲 或是一些奇怪怪的東西啊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去告訴我喔 那我如果看到的話 就會把它排入我拍影片 形成裡面這樣子 那麼記得你們喔 這裡結束喔 掰掰掰掰